白衫姓波羅當年除了有利安納道和鮑煉娜兩位的角角之外 也有薛迪、華巴和密托這些當年現役的角角 還有卡庫總共有六雙角角隨軍來到香港獻記 看到大球場方面場地實在當時仍未改善草面 所以是非常立刻不平和很鬆軟 李劍河含迴疾走,落底線斬到基堡 基堡其實已經跳到盡了 當年基堡的身手仍然很敏捷 畢竟跟現在相差五歲 所以在前風線走動很多,復活範圍很廣 對聖保羅的後衛造成很大的威脅 聖保羅第一次攻勢,這個球太可愛了 14號是馬歇路,這個荷蘭的中堅 領安達到再給他到中間 這個很明顯就是長地影響到顧錦輝 清了球,清得不好 幸好這個球是彈柱出來了 藍華幸保不失,再看看 球來到顧錦輝前突然彈起 令他無法清掉球 這個就是新坦 也是巴西一位很出名的教練 也是他率領聖保羅來到香港比賽 踩不到球 不過仍然落在聖保羅的前鋒腳下 給他進去中路 一交給前鋒的球員 結果射成一比零了 這個包蓮娜就是替巴西的聖保羅 手開這個紀錄 腳發飾一點,壽力的 球一來到,一次就貼定了 然後用腳面彈那個球去網角 一比零,巴西聖保羅首先打開紀錄 現在仍然是他們的攻勢架 那個白衣白褲左攻右的就是聖保羅 好,扯回這邊,再位吧,沒錯 好棒,這個球是尊彌鴨 可惜被藍華的守衛攔截到 好,藍華來反攻 好,吳琴俠,帶了情之後 踢到直千未來,有沒有越位? 沒有,這個球發達了 可以嗎?掉了 最後就是由譚拔士一射 對方的守門員就是翠迪 雖然拍到的球,仍然是入網 一比一 藍華是追成的,看看這個球譚拔士 當時的譚拔士很厲害 左腳扣分,大角度,勁抽 雖然對方的守門員 涉迪拍到的球,仍然入網 雙方打成一比一的平手 已經是下半場比賽了 這個球傳得很敏,不要緊 趕輝拿回這個球 接著彈去前面 再打一腳,又是譚拔士 進了禁區,有沒有偉蛇呢? 自己把他打進網,很厲害 譚拔士就梅開二道 替藍華後來居上 看這球很簡單 一個直線,比了譚拔士 最後禁區沒有熱位,右腳打大邊 入網,二比一 藍華反出前 看看聖寶樓如何反撲 交來高球,馬西路也撐回後 後面有李劍王,不夠頂 一節的解圍,又再次落在六號 看安帝的腳下 安帝迎球抽射,也是中主彈出 算上半場的中主球 馬西聖寶樓有兩個球彈出來了 華巴,出擊的後衛 交入給中路彈出後 好厲害 這個球雖然擋得到 但是仍然是入網 這個威娜 荷蘭的龍門 比卡庫勢勢入網 攀成二比二的平手 當時岑國培賣出了差 威娜的球也是碰到的 但是手力不夠 結果也是順勢入網 現在紀錄就是二比二 對,戶友入球,非常精彩 李劍王,這個球太可愛了 誰知道 這個球的路線剛剛撞到 譚拔士衝上前的路線 非常敏感 一撞就往再到的領先 那就厲害了 譚拔士連中三圓 看他到了 可能二十年後 這場球也有得說 肯定在錄影帶 他自己錄完這場球了 有一個邪性線落底線 好,追到盡 就已經是把球咬不出來了 同時這個球也是咬柴受傷 你看整塊草 這個當然就是 沒有改善過草地之前 大球場的情況 馬上來一個反擊 交到李劍王前面 李劍王順勢用掃把腳 打開死角 這場表演賽中 以兩球擊敗巴西的聖寶龍